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786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SS108号的Wheeljack 想想变形金刚第七集是距今七八个月以前的事了 如果我再换一个说法吧 在四个月它就一年了 这个时间真是过得也太快了吧 我们直接就拿出主线的Wheeljack 两个做个简单的对比吧 差别比较大的地方在于胸口的造型 我们看到SS版的胸口破碎感比较强 这个分开好像一个车头有分开的感觉 而我们的这一款则是一个真胸的设计 整个车头是一个平面就在这里 那甚至于说呢 这次我就必须要说以人形状态来讲 主线的呢会比较优秀 它的顾目镜是透明玻璃 而这一次很多人说这个脸很恐怖的这个 它则是没有做出透明部件的眼镜 然后直接的将蓝色的眼珠呢做一个刻画 而且它的嘴唇啊 非常性感 有点厚的一个嘴唇 其实这款的嘴唇也是有做出来 但是被它抢引的这个护目镜给取 给一个吸引掉了啊 那博派的标志的话呢 我是觉得把SS这一款的话呢 是做一个浮图啊 这个感觉是比较酷炫一点点 那胸口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是这个 呃 马力Super Mario 就超级马力的那个那种工作服的吊带 然后一样也是有的 那腿部的造型相似度就比较高了 一样有一个这个应该是 原本应该是类似车头灯的造型吧 还有小腿的造型 你可以看到是接近度都很高了啊 脚掌的形状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那决定的胜出的则是一个他没有门板手 但是我们的SS居然是一个门板手的造型啊 这个造就了说他们两者 有一个比较决定性的一个胜负啊 那以背后来看的话呢 也是以主线的这个背部是比较干净的 SS的话呢 多了一个后面这一片的部件在这里 呃 这个的话呢 以人形姿态来说 我认为是可能综合来说吧 主线的那一款会比较优秀一些些 当然了 这个胜负的也不是说非常的差距很大了啊 只是一些些而已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手臂啊 平局没有问题 360度的转动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球关很紧 我上了一些润滑的细油啊 或者叫做硅油 二头肌也是很紧的 也都上了啊 然后拳头无法转动 然后是一个门板手的造型 武器呢 是半透明的一个部件 所做成的一把枪 没有其他涂装了啊 腰身可以转动也是偏紧的 外摆内收啊都有 可动度的话呢 就是还蛮标准的一个SS玩具的一个可动性啊 整体来说关节都是偏紧 质感也不算太差 那以这个关节松紧度来说的话呢 我手上这一款主线的呢 已经目前把玩起来是稍微已经有一点点偏松了啊 我们来看到这款SS108号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它的变形来讲的话 在我来看呢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的干涉真的是非常的多 多到有点恐怖啊 这片部件翻出来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卡钩在里面 把它挑起来 其实顺势挑上来就可以了 再来的话呢 把这一个这个门板这个地方注意啊 因为呢 它很容易就喷溅 我们把整个胸口呢给挑开 挑开之后的话呢 先把这个地方旋转180度 记得是转上面这里 不是转下面这里哦 转到这边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继续的往上面推上去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 这个门板的话呢 不要跟这个后面这个地方做到一个干涉 你就顺势的把它给往前面 就是转一下调整一下 好 然后呢 往前面推过来 整个推 推成一个笔直的一个线 推到这里之后啊 我们这两片部件一样 看到没有 这里有两个转轴 这个转轴的话呢 可以作为一个调整 我们要随时注意这个门板 要把它躲开 我们把这个手后面这个门板给打开 再来的话呢 从这个地方这个双动关节 我们把这个胳膊的话呢 给往下面塞到下面来 而塞下去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关节非常的紧啊 所以在推的时候呢 非常的不顺手啊 不顺手 除非说你把它弄松 但是呢 在于一个肩膀关节的话呢 我又不太敢呢 一个把它给整个弄松掉 这个地方整个推进来 推进来之后 这个板子的话呢 先把它给打正 到侧边来 先到这边就好了啊 另外一侧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啊 这里先把它给打开 然后呢 把它给往内塞到这里面来 那左手的话呢 就是我可能在掰的时候 会更加的不顺手 因为它这个关节推下去 真的是蛮紧的啦 蛮紧的 那我又怕说推的时候呢 把这个旁边的门板给推掉啊 这个地方 好 给放进来 好 放进来 到这边 我们先把这个手臂给打直 然后呢 透过这个二头肌的关节 把这两个板子呢 推到外侧 再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车头给盖下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呢 它的头 没有参与到变形 盖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暗中观察的一张脸 然后顺势的呢 把这两侧 这个 呃 原本的这个小翅膀的这个部分呢 给扣上去 这里有个卡扣扣上啊 这个车头呢 变完之后呢 整个变形也就几乎是完成了一大半以上了啊 那再来这个脚的话呢 是记得把这个地方 外摆内树的位置 翻转180度 好 这样一看 各位 你就看就看得出来了啊 这个配色是一致的 然后呢 把这个部分给打开 脚后跟收起来 推进去 这个部件的话呢 就往上面提上来 这里 再这样包过来 到这边 然后呢 它的这个地方啊 有一个突跟到的一个结合 在这里 记得要把它给扣上去 调整一下啊 我记得是扣上面这个洞 好 然后呢 这片部件的话呢 就是直接的往上推 第一次摆的时候很紧 无所谓 用力把它往上推上来 到这边 好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形状 就是这样子 好 已经行动差不多了 各位应该能够想象 接下来的变形步骤了啊 我们这边一样的 翻转 下面这里 这里打开 这里推进去 然后呢 这个地方往上折90度 这样下来 到这边 这里 这个洞 把它给扣上去 这里 对一下啊 因为这个玩具其实变形的时候就是干涉是比较多一点 这一片部件 你看这玩具就这么小啊 算了 我先把它推上去好了 这个地方给它转上去 到这里 这个地方一样 透过这个人物的二头机就这样去转动 好吧 先把它给推到这个定位吧 前面先组合起来 后面这个地方呢 再扣上去 这一片部件 整个给推上来 到这里 好 硬搓啊 其实搓到这个程度来讲的话呢 都可以扣进去了 这里的话呢 这里有一个突跟刀的结合在这里 但是其实这款玩具在变形最难的地方 就是一开始的这个车子的侧门 那个小翅膀的部分呢 如何顺利的呢 给它进行一个位移 有时候容易去碰掉啊 这是它的一个很令恩恼火的一个地方啊 那么呢 这个就是SS108号 从机器人到一台这个小面包车吧 的一个变形过程了 载具形态呢 枪是扣在上方 它的这个凸去卡在这里 但是很丑 我们就把这个武器呢 先拿到一旁去 车子的滚动性呢 还可以 前轮没有锚钉 但是后面有 然后底盘可以看到收得很干净啊 车子的侧面上面 各个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的漂亮啊 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破绽 那除了说这个暗中观察的一张脸之外啊 它已经很完美了 它的车型呢 远比这个本传的车型的话呢 会好看的非常的多 主要是在于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很多的 我是不知道说为什么它做出这么这么 你看它确实是有这些杆子没有错了 但是它做得非常的大 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大洞 然后有两个球关的开口在这边 这个呢 还有这个武器的插孔在这里 相比较之下的话呢 SS就干净了很多 当然还有这个地方 然后上面的破绽太多了 那如果从侧边来看的话呢 也是这一款 你看它的车尾这个地方 破洞是比较少的 那卯钉的位置有点有趣啊 这个是前轮 这个在后轮 大小的话呢 本转的呢 好像稍稍大一点点 胖一些些了啊 那这个挡风玻璃处 可以看到啊 这个SS有刚人脸 这个则是没有了啊 那车头的一个部分的话呢 这个有点消光的感觉 比较优质一点 所以说在车辆形态下呢 都是以SS这一款做的比较棒啊 车商有授权就是不一样啦 哦 那么呢 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 我会觉得说 在车型状态下 SS108号确实是胜过本传的玩具 可是在人形跟变形的部分 特别是这一款它的变形呢 有一个零件往上推的那个一个动作 而且整个变形起来流畅了非常的多 再加上如果你很在意是不是真凶的话 本传的玩具呢 是真凶变形 而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这个车头是原本背在人物的背包的部分 所以说了啊 在人形跟变形方面是 本传比较优秀 车型态则是SS108胜出 尤其是变形的部分 这款的变形真的是流畅了很多了啊 好 那具体你会喜欢哪一个 就看你个人的偏好啦 你也可以两个都入 因为我觉得两款都蛮不错的了啊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小年夜啊 现在录完节目已经是除夕的凌晨了啊 先祝各位新春愉快啊 那我们农连行大运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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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